艺人邱席文在电视剧《美丽人生》 饰演苦命童养习《玉琴》 加上又独对小儿子偏心 经常对孩子情绪勒索 网友还替他惯上《情乐王》称号 而该剧至今已经拍了月两年时间 日前邱席文在脸书为指名道姓写下 没有后台只有阳台 也没靠山但家有枕头山 不管有没有人撑腰 我不管你是谁 文莫更霸气表示不要的最大 似乎内心有不少怒火 而根据媒体报道 剧组传出疑音 邱席文装法造型时间过长 延迟拍摄进度 让在一旁等待的王乐妍 忍不住说了几句 使邱席文李志现断裂在摄影棚 扯对方衣领 标骂 谁说我迟到 我忍你很久了 不要以为你有靠山了不起 甚至还标出国骂 对此美丽人生制作人好笑组 认了有这件事 并直言 拍戏久了 疲惫 难免有情绪发生误会 邱席文也不是迟到 是后来弄装法 拖到了拍摄时间 说开了就没事了